大家好的消息 最近這幾天這方面 落後補充這個台南的沾文水庫 本來還有月來 所前的欠水量 說要換一支南華水庫的量 我們要讓今年這個萬人中 到要來關押 我們要出現一些希望 不過要再評估 讓水核在沾文水庫裡面 點點點點是很頂級 南部主要的水庫沾文水庫 頂五月三十號 湊水量 大約百分之三點五 但是補充的來的河民港湖 已經換完的旅程 配合水煮完的進程 九十六個 沾文 沾山頭 南華三座 主要的水庫 加起來已經是超過兩億兩千萬 的水量 有夠可以供應 製造兩百天的民生用水 雖然沾文水庫好像兩床 但是幾乎是多出一座南華水庫的 突出龍 這也讓沾文 以及沾山頭水庫貫庫的農業公關 看著希望 台方又把那些農民都關注 二級的土庫 還有法度會給公關 差不多一兩次來就有法庫了啦 因為水庫最近才變好而已嘛 是不是可以再思考一下 用怎麼樣的方式可以農民也贏 民生也贏 那我們畢竟現在還是水庫還沒有完全紓緩 所以是不是要完全足量的供給 二級到座的話 可能還需要再謹慎的思考一下 但市府有夠日期就做所需要的 種水量是兩二三十萬元 目前和上比較有所謂的基尚 不過稍後還不完全改毒 更有法度順利公關 就必須要經過專業的民國 市府也好有民眾 前期也是要加這水 既然不正分 難不得